줌 文宇 真不是我害怕 是我现在还得假扮长公主 我还不能有事 所以你就 勉为其难 在房间裡 保护吧 这样对你我都好 这 这怎么睡 这 我把它解得松点 这样你就可以在地上睡了 地上 你放心 我会给你铺个被子 有劳你费心了 我俩这都啥关系了 还跟我客气呢 也不知道今天晚上 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真替我小明担忧 我还没有看到 我阿滴平安回来呢 我可不能死啊 阿滴平安 我先睡了 女人 其实还挺好的 你这个朋友本不过我认下了 大半个北硕 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本不该让你卷下来的 阿清洪子 阿清洪子干吗 阿清洪子 你这是衣服 不如我先给你准备一套 干净的衣服 你先换洗衣服 再去见你阿姐吧 我不要 我告诉你啊 我确实要让阿姐看看 你们北硕人 是 是怎么对我的 阿清洪子 你误会了 我们没有丢下你不管 只是事情比较紧急 我这不还留的部分 是必然来寻找你的 我跟你讲啊 你算我快解释 我是自己回来的 跟你们没有关系 九死一生 我差点就死了 我不给你解释 阿姐 阿姐 阿清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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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 对了 你的伤怎么样了 伤怎么样了 伤怎么样了 没事了 你是不知道啊 这十几天我有多惨 前几日我中毒了 就在那山里里棍着爬 后几日我退缺了 我就拿拐杖走 阿姐 真的好冷啊 也没有吃的 阿姐 我真的 对不起了 阿清 是阿姐没有照顾好你 没事 是他们给你配了解药吗 他们给我解的毒 才不是他们给我解的毒呢 他们一开始把我丢下了 要不是我的聪明才智 智取了女杀手 换回来解药 不让我遭死了 阿清公子 我都跟你解释一路了 并不是在下想丢掉你 只是着急回京 你还解释 还解释 你还解释 我跟你讲 他们北说人就不能信 阿姐 我们走 阿姐 我们找阿清公子的时候 遇到了柔丰门的人 后来池原的官兵 将柔丰门的刺客下退了 只抓到两个 不过他们嘴里都藏了毒 自枪了 此次柔丰门 可算是清朝而出 想必是做了万全的准备 他们竟然还有接亲使团 行径的路线图 不愧是江湖第一门啊 他们表面上是冲着和亲公主 实则是冲着本王 这背后主使 但是想必是朝中之人 想必就是朝中之人 朝中之人 怪不得 派去东宇 查阿月身份来历的人 有消息了吗 还未传回消息 王爷这是 不相信阿月吗 你可得看好他们姐弟两个 但如果有什么需要 也要尽力相助 对了 一定不能让他们二人跑了 是 属下告退 对 阿姐 北瘦的美食真好吃 心意 他们是不是对和亲公主挺好的 这可都是御膳哪 阿姐 你不会真想留在这儿 当什么和亲公主吧 我现在走不了 我要是现在走了 那北瘦肯定会对东宇施加压力的 恐怕到时候会两国战旗 那掌姐的事 不就穿帮了 对对对 还是阿姐你 私立周全 那是自然 我们就静观其变吧 这北瘦的规矩 奇怪得很 近期应该不会找我入宫的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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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呢 要好 吗 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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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 这是丞相回朝了 丞相不是在永州平乱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对啊 出什么事了 皇兄 臣弟将冬渝长公主 送到公主府 不日便可进宫面圣 皇兄 臣弟听说 北王护送使团回京路上 遇到刺杀 使团死伤无数不说 那冬渝公主也是九死一生 才来到了京城 据说在路上差点饿死 南王消息很是灵通啊 可是我也差点饿死在路上 怎么不见南王关心关心我呢 你这不是好好的吗 况且现在冬渝长公主最为重要 北王应当以大局为重才是 皇兄 臣弟以为使团遇难一事 他北王难辞其咎 应该给他些责罚 以示警戒才对 正是因为以大局为重 所以我才在这里劝南王您啊 还是不要教皇兄做事的好 我这哪里是在教皇兄做事 我这是在为你请罪 周深渝 你少在这里挑唆 挑唆 这挑唆之人明明是男王女吧 本王九死一生 好不容易回到上京城 就有人迫不及待地 将丫鬟送来毒害 毒害也不知道是谁 皇兄 皇兄 臣弟认为 应该多多赏赐那东宇长公主 以安府路途中受到的惊吓才是 臣弟所言极是 使团遇害之事 朕也听说了 幸而那东宇公主性命无碍 也算是逢兄化吉了 东宇公主前来是为了和亲 两国结交情境之好乃是喜事 既是喜事 那北王看顾不周之罪 也就当免责免了 对不起 我不太爱了 你不太爱了 你不太爱了 这别心 刚刚才会 公过怎颈相抵啊 丞相回来啦 丞相回来啦 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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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老臣着急回来报捷 陛下不会因此怪罪老臣 冲撞了圣驾吧 丞相乃是公骨之臣 这次平定永州华变 更是劳苦功高 就算持剑上殿 也无什么不妥嘛 陛下 此次平定永州 丞相功不可没 不如陛下就效仿西川宣帝一般 特许朝中重臣 可携剑圣殿 是啊 丞相有功是可以这样 刘侍郎说得也有道理 朕就 多谢陛下提许老臣 陛下 老臣听说 那冬渝将他们的长公主送来 与我们北朔和亲 想成为我们北朔的后妃 这冬渝乃是蛮夷小国 他们的长公主 怎配做我北朔的后妃啊 没错没错 对啊 是 王叔的意思是要撕毁关约 这冬渝的长公主 这冬渝是破坏两国结盟吗 皇侄啊 我只是说冬渝是蛮夷小国 他们的长公主 不配成为我北朔的后妃 何时说过要撕毁婚约 又何时讲过 要破坏两国结盟啊 皇叔有何想法 但说无妨 这冬渝的长公主 毕竟是个公主 虽然配不上陛下 但是 配给我们的皇亲国戚 倒也相得益彰啊 丞相此言 虽然有理 可如此安排 怕是安抚不了冬渝啊 陛下请放心 这冬渝塔西拉部落的特勤 我有些交情 他定能说服冬渝的韩王 那即便冬渝韩王愿意让公主下嫁 可我朝亲贵之中 又有何人能与那冬渝公主相配呢 我呀 臣弟愿为皇兄分忧 听说那冬渝长公主 是冬渝第一大媚人 那怎么这也得配我这个 北朔第一名词呢 这 皇叔有何高见 陛下 臣以为此次接亲 北王氏劳苦功高 况且北王又从未婚配 不如将那冬渝公主 取配给北王 陛下 你觉得呢 还是丞相深思处理 臣弟怕是无法与之相配 对 还是臣弟来 还是臣弟来 好了 此事就按丞相之意 将何欣公主赐予北王 择日完婚 好 谢陛下 我是兄长 三弟你不要当了北王 就忘了尊备 先来后倒是规矩 就是兄长也不可预许 周深远 你给我等着 这北王和南王每次上朝 无不针锋相对 陛下身体孱弱 膝下无子 若将来周家的江山 真落到这两个 顽固王爷的手中 那真是威仪啊 幸而现在朝中 一切都还有丞相作证 是啊 要靠他们 是 皇叔 皇叔 别来无恙啊 这许久不见 我的皇侄 真是愈发的意气风发了啊 皇叔 要恭喜你了 说起来啊 还得多谢皇叔提醒 才没能让南王 抢了东鱼第一美人 那是皇侄自己英武不凡 才能平安地躲避凶险 顺礼回京 保德没人归啊 好了 我走了 王爷 那是 你 那个 你 你 这时间就变成您娶冬鱼公主了 自然是皇叔在推波助澜 那丞相为何不让陛下娶冬鱼公主 而让您娶啊 难道丞相是想把冬鱼势力送给您 丞相可没那么好心 想必他很快就要出手了 咱们的陛下呀 那可真是长大了 趁着本相平乱之际 竟与那冬鱼司节盟约 害得本相日夜兼程 逃死了三匹宝马 才阻止他封冬鱼公主为妃啊 丞相 陛下登基三年 朝堂上一直受制于我们 故在丞相离京后 便悄悄与冬鱼和谈 意图用和亲来得到冬鱼势力 撤着我们 陛下和冬鱼结亲 竟不惧与我们这帮老臣一心 陛下是在培养自己的势力啊 下官不明 丞相既然一直忌惮着北王 又何故将那冬鱼公主 许配给她 这冬鱼公主若顺利嫁到北王府 那势必将冬鱼的势力拱手送于她 若那冬鱼公主不能顺利嫁到北王府 又恰巧死在了她府上 那她周时宇这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对啊 丞相 妙啊 妙啊 这几日就差人赶紧把冬鱼的花草强垣 全部休息一下 对了 将冬鱼的几间上房 也都按照冬鱼的风貌样式 布置布置吧 王爷 您真的要娶那个贾公主啊 无论真假 过了门就是真王妃 你早些适应吧 小心点儿 小心点儿啊 是 阿史纳诸接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资闻冬鱼长公主阿史纳诸 品行端庄 恭敬和顺 温良敦厚 品貌出众 朕恭闻之甚月 岁与冬鱼结亲 今北王周时宇 年已于若冠 是婚娶之时 当则贤女与配 长公主阿史纳诸 于北王周时宇 堪称天造地设 朕应成人之美 可将阿史纳诸 许配北王为王妃 于三月后 北朔大庆之日完婚 一切礼仪 交由礼部与秦天剑 共同操办 亲此 阿杰 他们北朔也太不把我们冬鱼 当回事了 就这么改了婚约 这皇妃和王妃能一样吗 我看这北朔也太可笑了 是啊 我也没想到 要是长姐在这里受了这些委屈 肯定不会和我们说的 幸好长姐离开了 不过这结谴的礼单上 倒是多给了冬鱼很多 金银财博和牛羊马匹 有了这些东西 想必冬鱼诸人 也不会多说什么了 冬鱼诸人不说什么 我还有话要说呢 我看这婚不结也罢 阿杰 这几天我都听说了 你要嫁的那北王 也不是什么好人 陶 陶 陶 但长姐还没有消息呢 罢了罢了 这北朔的院子呀 是挺精美的 可是跟我们那个大草原比起来 那可就差远了 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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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谁来了 公主 千千 公主 公主 我们找到你了 你不知道 我一安顿好长公主 我一安顿好长公主 我就起床来找你 可是 路途太远 冲突还遇到了刘敏 身上的亲爱被抢光了 我也挺不容易的 千千 我理解你 千千 辛苦你了 来 我长姐她们怎么样了 阿神那珠公主和多尔特姐 已经在东宇的西北布鲁安顿下来了 太好了 太好了 长姐终于可以嫁给自己喜欢的人了 是啊 这些阿姐你终于可以放心了 二姐 我们三个人又团圈了 团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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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是 团 小香香 小香香 来 真可爱 好玩啊 多吃点 姐姐这来 好玩啊 我可是北朔第一美男 他周时宇凭什么跟我争 是是是 王爷英俊潇洒玉树林峰 与那东宇公主可堪相配 好看 可是当今圣上 凡事都听命于丞相大人 所以咱们还是得 与之交好 与之交好 皇叔他老人家阴晴不定的 我可不敢招惹他 可还有其他办法 能让那东宇公主 与我接亲啊 对 若是 王爷在北王和公主 成亲之前 提前与公主 建立一些感情 让公主主动向陛下 提出与您成婚 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这是个好办法 这个 kg 阿兴公主 你怎么这来了 我给你带了点吃的 花蝎鹅膏 奶酪 density 酿汁鱼片 炙烤鸢蠢 这些啊 可都是我们上京城 最有名的小吃 阿兴公子 定还没有尝过吧 你别以为你送我点吃的 我就能原谅你了啊 知道 知道 不过阿兴公子 你这 是 准备出去啊 没有啊 我就是收拾收拾屋子 本王子 本 本公子就是 喜欢干净 不行吗 行 行 是谁在偷吃毒食啊 阿姐 这个 都是林牧送过来的一些点心 我就想尝尝好不好吃 好吃的话再给你送过去吧 真的吗 那属下先行告退 我 阿姐 都收拾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动身吗 现在还不行 咱们得计划好了再动身 免得达草惊蛇 嗯 阿姐 你说咱们来上京城 都这么长时间了 也没有出去好好玩玩 我听说附近有一家 叫风雨阁的很有名 你看 要不要带我出去见识见识 阿姐 带我去吧 带我去看看嘛 阿姐 那就去吧 王爷 公主已经出府 没人 终于等到了 按计划安排吗 准了 是 春花 在 替本王更衣 本王要去做正事了 是 你看 那个不错 真好 小娘可如此美嘛 陪大爷们玩玩可好啊 快去找死 你的伤纲权运 就这几个小罗罗 我一个人对付足以 小娘子如此可谐 让大爷们教教你 怎么伺候别人 找死 住手 跟我上 这有什么事啊 干嘛呢 这有什么事啊 好好拔起来 干嘛 姑娘别怕 有本公子在 他们不敢把你怎样 公子 你武功可真是高强啊 那是当然 在下从小习武 在这上京城中 可谓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打遍天下无敌手 这么厉害啊 那本姑娘也向你讨两招 这不好吧 我一个堂堂欺齿男儿 怎么能对姑娘动手呢 看一招 阿姐 阿姐 别打了 一会儿你打死了 你跟他们我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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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呼啊 公子 别哭 我以为公子是个武林高手呢 不好意思啊 没想到这么不惊达啊 要不我陪你去趟医馆 然后再把你送回府 至于该赔多少 本姑娘赵培武 对 他还跟我提前 我们家公子还有钥匙在这边 你先回来 我送你吧 别跑 别走啊 别跑 这北硕的男子还真是奇怪啊 上一秒还热情得紧 下一秒又生翻了 我觉得呀 这北硕男子虚得很 没点工夫 还打算要英雄救美呢 我看他想得挺美的 别管他了 去枫月阁 好 王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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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毅激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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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怒 都是你干的好事 你还让我激怒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 春花拳院下山东学 在 在 加法伺候 是 是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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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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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也 我 我也 郑烨 王毅 让表 王毅 我不知道那东 公主如此彰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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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我还有几次 谢谢 天明 你说 不是 王毅 公 公主这边 我们下不了手 我 我们还可以从 北王这边下手啊 那你说说 怎么从北王那儿下手啊 王毅 我们可以 王爷 南王府刚派人送来的 说是邀您到风月阁一叙 不去 没空把他唱戏 在下这就去回绝了他 王爷 王爷 韩月姑娘怕是要逃走 临走之际说是要去枫叶阁逛一逛 闻管家 王爷 不必回绝了 既然南王想玩 咱们就陪他玩玩 毕竟我们二人唱的戏码 宫中总有人爱看 是 今晚可是风月阁花魁线舞夜 已经许久没有见到苏念姑娘登台了 是啊 你看今天来看表演的客人 比往日足足多了一倍之多呀 南王脸上这伤 第十五个 今日出门 不小心摔了一跄 但若只是摔跤 应该摔不成这样吧 若不是被狗撵着了 也摔不出来吧 那就当是 白天与恶犬吧 恶犬 有人骂我 不愧是有人在想你吧 不 绝对是有人骂我 算算算算 你看看 好扔的 我们去看看 客官里面请 今日可是我们花魁苏念姑娘 给大家献舞的日子 大家欢迎苏念姑娘 给大家献舞 这边请 好 童子先进去吧 好 有什么好酒好菜都上了吧 好嘞 客官 慢点 苏念姑娘来了 她们来了 她们来了 苏念姑娘来了 她们来了 她们来 她们去的我 她们来 她们来的 她们来的好多 我超过了 她们来了 你平时 上飞了 她们来的 那她们来的 起来 海管 是吧 本王觉得寻常二 这跳得再好 肯定也比不上本王府上那几个 波斯女郎啊 听完北王府上也有不少美人 但这波斯女郎 肯定还没用吧 哎呀 在搜集美人之中 这方面本王是万不及你男王的 毕竟男王在这方面颇有心得 小王是比之不及啊 哎 本王整日见的都是些顶级美人 看得都有些眷 也欣赏不出来他们的曼妙了 今日到这俗地 看了些寻常姿色 倒也有些滋味 有些滋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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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瑜 好 好 好 怎么这么眼熟啊 好 好 好 你盖我的 好 你盖我的 给你我盖你的 好 什么 嗯 不 她就是那个恶毒的女杀手 你别丢人了 什么女杀手啊 不是阿姐 她就是当时在动于的女杀手 我能确定 你要再乱闹 我就让你回去了 好吧 倒酒 我一定要找到 你是恶毒女杀手的证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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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对我的乌书 加倍奉还给你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丞相交代的事情 下官定会尽心竭力 来 您看 办得不错 北王府的人没发现吧 王大人 王大人放心 我已经做了份假的账本 顶替了上去 保管 以假乱真 好 来 王大人 我敬你 来 来 既然是北王府的把柄 那我一定要搞到手 还要关心 只要 你只需按照吩咐办事 丞相定然不会亏待于你 一切全靠王大人筹谋了 好说 好说 这美人长得是不错 可惜这舞姿差了点 来来来 赵大人 请 小美人 被摔疼吧 没事 你看看 这种水平的舞姬 竟然也入得风月阁 二位大人见谅 小女子第一次到风月阁谋生 第一次见到大人物 难免有些紧张 我这就叫我得力的姐妹来 去吧去吧 王大人 来 王大人 来来来来 来来来 站住 请 你这虎妹梯子 休想在本夫人面前装蒜 我夫君近日静往这风月阁跑 肯定是因为你这虎妹子够硬的 不然 她怎么会天天往这儿跑呢 我 夫人 您是不是认错了呀 我今日是第一次演出 我真不认识你家夫君 我夫君在这风月阁 早有想好的了 我知道 不然怎么会三天两头都不回家呢 肯定是因为你这样的虎妹子 所以她才天天往这儿跑的 你说 是不是你 真不是我 你说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真不是 不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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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样 如果这虎妹子是你的女人 请你把她管好了 不要随便把她放出来 勾引别人的夫君 你怎么说话的 文人甚也 您一定是误会了 我们两情相悦 他又怎会勾引其他人哪 又像风华 怎么 不演了 演什么演啊 这么看着我干吗 你看看你穿的是个什么 难怪让人误会 我 我穿的怎么了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 你穿成这样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是个王爷呢 我这是 不是呢 你这是做什么呀 我还想问你来这做什么 你们本是说欺人太甚 竟然又让我嫁给 那个什么废物北王 我出来散散心不行 北王没你想得那么不堪 管他怎么样呢 我要不要做这个北王妃 还不一定呢 你不会是想脚底抹油吧 我 全公子 你怎么来了 百合 百合你别走 百合 我实在太想你了 所以忍不住来见你 程公子当初一谎言相亲 怎还好意思 再来见我 我本是伤苦之人 不该亲你 我有关身在身的 男人 百合 你听我说吗 经编造身份欺骗人家 不听 不听 我不要听 百合 我真的 编造身份 许是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你别不理我 你问什么难言之隐呢 你身在月极 我知道你想嫁的 势必是官身之人 百合 虽然是月极之人 嫁给官身 也确有令我脱级的机会 可你我知情 还比不过那 浮云阿尔的身份地位 都是我不好 想要去了百合 你对我的情谊 原谅我这次吧 此后 我绝不会再欺瞒于你 月极 真的 月极是什么 真的 为什么月极之日 想嫁官身 在北朔 百合就再也不要嫁你了 百合就再也不要嫁你了 若想要脱级 绝不会了 只有嫁给官身才可以 你们北朔这规矩 可真不怎么样 我过两日 再来看你 也好 那你要尽快和陈老爷 替我们的婚事啊 放心好了 我绝不负你 我们可以出去了 我们可以出去了 我 我腿麻了 谢谢啊 谢谢啊 你等等我 你这个人真的是 这有的人想嫁嫁不了 有的人不想嫁 还非得嫁 人各有命啊 我们今天就散了吧 江湖再见 你说这普通人婚嫁 还能自己争取 说是皇上知道了 东宇长公主要抗婚逃跑 那事情就不同寻常了吧 怕是会大军压境 北朔更是会翻遍整个东宇 到时候能找出 有几个长公主就不知道了 这么严重吗 对了 我们公主府还缺些东西 要出去采买 这往后啊 住的日子可就长了 得好好准备准备 你对这儿熟 带我们去吧 你又来凤岳阁做什么呀 我是陪我们王爷过来啊 也就是你未来的夫君 北王 他也在这儿 在哪儿 我们打个招呼啊 北朔新人成婚之前不能见面 这是规矩 这又是什么破规矩啊 算了 我回宫中府了 我回宫中府 不疑 你赶紧 你赶紧 我赶紧 你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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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当然 若你不用围兄操心 围兄也乐得自在 来 咱们兄弟干一杯 多谢二位公子捧场 这次啊 让我们的花魁苏念姑娘 亲自陪你们饮酒 多谢苏念姑娘 咱妈妈 这苏念姑娘下次来跳舞 是什么时候 只要你们经常来 她就会经常出现在你们面前 阿湘 你干嘛呢 怎么跟看仇人一样看人家姑娘 就是仇人 阿姐 我已经盯了她半天了 我确定 她就是那个 把我扔了两次的恶毒女杀手 杀手 我快要去 还给你 你看她好像是 她发现了 又指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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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好 宋念有礼了 之前 还从未见过二位贵人 可是今日第一次来风月阁 是 从未见过 你不就是那个女杀手吗 女杀手 这苏姑娘怎么可能是女杀手 公子怕是认错人了吧 小女子 只是风月阁的花魁娘子 那日你再马上驼了我那么久 你话是灰我都认识你 小女子实在不知公子在说什么 是啊 公子 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们宋念姑娘可从未出过风月阁 姑娘 对不住啊 我家弟从小就有记不住人面貌的毛病 不记这毛病又烦了 如有冒犯还请姑娘多多包涵 个人言重了 许是小女子长了一张寻常不过的脸 记不住 也是有的 是 不是 你 对不住啊 那苏念就静儿为贵人一杯 之后还望多多关照风月阁 是 这就是他 阿姐 就是他 你说一个人怎么能有两个面貌 真是太会隐藏了 不愧是第一花魁 星亿 我看人家姑娘娇美柔弱 举子又优雅 和女杀手实在无法关联 阿姐 你不信我 我信 我们恢复吧 我不 我倒是要看看 这狐狸什么时候弄出尾巴 二位王爷 久等了 苏念姑娘听说南王北王来了 特意签来敬酒 苏念见过南王殿下 见过北王殿下 可 可可想起 苏念姑娘今夜真是 艳色无双 舞姿 游胜从前哪 南王殿下谬赞了 苏念来敬二位王爷一杯 苏念 苏念 这美人还是更适合进去来观看 嗯 啊 怎么在这个手术下里 我看这是 这是上了 还是不上 不是说好了以摔杯为号吗 走 阿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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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快走 阿姨 你看 快跑 快跑 那女杀手真要先行了 喂喂 不是 七星 我们帮忙搜捕你 别别别 他肯定会武功 你不会还以为 他是那个女杀手吧 阿姨 你就看着吧 他一会儿定能 轻轻松松全解决了 他怎么过来了 求人为贵人救救苏念 姑娘放心 我们俩都会武功 保护你足矣 多谢贵人 你不是会武功吗 找我们干嘛 你对他姑娘那么凶干嘛呀 你保护好他 我去去就来 你别动 别跑 杨夕 这不是白天那个草包公子吗 他怎么会在这儿 别 别飞过来 你们别浪漫啊 别飞过来 干什么 南王殿下真是好身手啊 你就是那个女杀手 你别走啊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追杀这个草包公子的这些杀手 别过来 都是从哪儿来的呀 别过来 他不过就是白王吗 喂 照顾他 你 他是南王 你们认识 别过来 也不算认识 他本来想英神救美 但是没救明白 你看 生不死做样子就行了 你们是把车捆 你们是把车捆 这也认识 快点快点 保护北王 对对 保护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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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不及了 怎么还来啊 你真是车祸啊 保护南王殿下 车祸我设计的 不要啊 文宇 我来救你了 一 二 二 阿晋 你干什么呢 快跟我走 小王子 公主 你们回来了 回就收拾了一些行李 咱们什么时候动身啊 那个诗人花 手段可真补 一会儿温柔一会儿险恶 完了完了 文宇是不是已经死了 你们这是 怎么了呀 怎么出去一趟 就像丢了活一样 不对 肯定是他 我们又拜他一起死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 我怎么听不懂啊 所以我们现在到底 逃不逃啊 不逃了 不 不逃了 那个护送我回来的文宇 他死了 怎么会这样 这年纪轻轻的 确实可惜了 不过这跟我们逃不逃 有什么关系啊 你不是明白 他本来不用死的 我要是跟他一起死 他就可以活过来了 哎呀 公主 这人死不能复生的 怎么能活过来呢 不对 别人不可以 他可以 不是他可以 是我们俩在一起就可以 哎呀 算了 不管了 我要去趟北王府 公主 现在是深夜 去北王府找一兵狼将 这实在不妥 若是公主真的相见文宇 不如等到明日 以准王妃的身份 去向北王府下拜帖 就说 拜访北王 可是这北朔新人成婚之前 不得相见 北王要是不答应怎么办 哎 阿姐 凭什么咱们东宇人 要说北朔的理解啊 说得也是啊 现在最要紧的是 看看文宇怎么样了 其他的也顾不上 那我现在就去准备拜天 文宇可千万不要有事啊 王爷 王爷 让你受伤是我的失职 我再不可恕啊 王爷 王爷 我还没死呢 行啊 这事不怪你 对了 王爷 东宇那边传回消息 我还没来得及跟您禀告呢 说 探子说 这 这东宇 除了有一位长公主之外 还有一位小公主 她的名字里有一个月子 叫 叫阿史纳月令 听闻这个小公主 从小自由撒门惯了 如今刚好不在这儿王亭当中 哦 对了 王爷 还有更巧的是 这个小公主还有一个弟弟 叫星义 说是东宇最小的王子 月令 阿月 星义 阿星 原来如此 好一场大戏 所以我们都被这对姐弟给诃骗了 怪不得她们会助那东宇 长公主逃跑 密切关注东宇的情况 切记 不可将此事透露给任何人 那是两国联姻 从长公主变成小公主 我们就这么算了 反正是联姻 谁都一样 以大局为重 解放 王爷 您是不是伤到哪儿了 您可不能有事 伤着 你就盼着本王伤着呢是吧 我伤着倒好了 至少能嫁祸给他周时宇 坐视他谋反师兄之罪 结果呢 偏偏他的又打了刀 现在这事都传到皇兄耳中了 他倒成了有功之臣了 那您到底是想伤还是不想受伤 我当然 算了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出的什么狗屁苦肉鸡 一点又没有 真是个猪头 哎 确实 哎 是 是 都是小零不能 哪能跟 这小香香相跌一样的 实在是有语助了 你还想考我的小香香 不是不是 不是那句话 不是那句话呀 快 快 快 给我家法伺候 是 喂喂喂 不是不是那句话 行行行 皇爷 皇爷 我这辈子最爱吃烤肉猪的 皇爷 不怕啊 不怕 给我挠死他 好好 皇爷 不怕 不怕 快 Angels 好 是 那是 你还多少 逐一 절� cuenta 为丞相分忧是卑职分内之事 蒙圣上赐婚 实乃诸儿之幸 听闻北王殿下 鹦鹉不凡 人品贵重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诸儿望求见之 以权相思之意 仰慕之情 遂求入府拜访 叨扰之处 望量之 小公主文笔实在 教侠 你确定她就是东宇小公主 阿史纳月令 确定 属下再三确认过了 王爷 那这小公主 我们是见还是不见啊 按照规矩来说 新人成婚之前 是不可以见面的 不见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那就让本王能见到她 而她见不到本王 明白 我这就去安排 请 不知这北王府可有位名坏文宇的大人 他今日是否在府中 文宇 正是在下啊 虽与王爷名讳中语字有冲撞 但王爷说不碍事 您是文宇 可我认识的文宇是个年轻的冰郎将 我认识的文宇 竟然还有跟我崇明之人 不过我家王爷身边 能敢之才比比皆是 老朽也并非全部认得 你们北王府的院子 还真是精美啊 那是自然 我家北王殿下是先皇的嫡子 又是当今圣上的胞弟 还有什么世间好物是不可得的呢 来 这边请 来 小心 在这儿 带着 这边 过来啊 抓不着 小心 美人阁 这里是供谁居住的呀 姑娘好眼光 这美人阁中的姑娘 个个都是国色天香 也都是从各地进县的美女 我家王爷说了 待她娶妻之后 才会将阁中的姑娘 一并收入房中 这也算是对未来王妃的敬重 这个北王 早早就建好了金屋藏郊之地 竟还说这是对未来王妃的敬重 真是不知廉耻 这边请 请 再次 听说掌公主仰慕于我 北说新人成婚之前不允许见面 难道没有人跟你说过吗 所以王爷 才隔着沙连相见 你不守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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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出去被笑话的人可是我 掌公主 这道理 你不会不懂吧 你们北说有北说的规矩 我们东瑜自然也有东瑜的规矩 在北说不能相见 在我们东瑜却并非如此 如有不妥 还请王爷海涵 掌公主竟和传言说的不一样 如此伶牙俐齿 本王忙于公务 没有心思关心掌公主 以后如有任何需要 直接差人跟王府的管家说便是 我想向王爷求一个人 王爷应该会英语吧 公主所求何人呢 文语 不是管家文语 是槟榔匠文语 公主 为何要求这文语小将啊 我 我有一个侍女叫阿月 在来北说的路上 颇得文语的照顾 于是她就心悦于她 昨日那位侍女偶然听说 文语在凤月阁遇刺了 就特别担心她 才拜托我来打听一番 王爷可知道 文语的情况如何 掌公主如此着急 那看来不是阿月姑娘 心悦于她 而是掌公主心悦于她吧 自然是阿月 我这不是替她着急吗 你告诉阿月姑娘 忘了文语吧 为什么 因为她已经死了 公主小心 她不是指望她的帮助她 对她的帮助她 她是不想要的 我也想要的 不想要 她也想要了 我这些事 她是不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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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想要的 她是不想要的 她是不想要的 起木伤了身子 是我害死了他 不是的 不是的 去跟我买颗火盆吧 好 说什么侍女 不就是你自己吗 王爷 您刚刚跟公主说什么了 我看她精神恍惚的 连路都走不稳 我都怕她 撞到柱子上了 没什么 也不知道该给你烧些什么 这些金银财帛 你随便划 还有这些环妃艳寿的美人 你就挑一个 当你的娘子吧 你的玉佩 你也没给我留下 我的这个 我就给你戴上 你要是在那边 遇到了什么不测 说不定还能帮上你 你是舍不得玉佩 还是舍不得我 温宇 你 你 你要是心又不甘 你就去找那些 害你性命的人 我 我 你想要什么东西 我都给你烧 我给你烧 我给你烧纸钱 我 我都给你烧 好 我都给你烧 还有这些 这些美人 你随便挑一个 你喜欢哪个 我就给你烧哪个 环妃艳寿有何异曲 我就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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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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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